大家好 欢迎大家关注新闻看点 我是李沐阳 今天是美东时间1月18日星期二 亚太时间是1月19日星期三 多伦多大学数字安全研究机构公民实验室18日发布报告指出 北京冬奥会要求各国选手安装的防疫软件 我的2022存在着安全隐患 可能导致网络入侵 路透社18日援引三位知情人士透露 拜登政府正在审查阿里巴巴的云业务 调查重点是阿里巴巴如何存储美国客户的数据 包括个人信息和知识产权 以及中共政府是否可以访问这些数据 《华尔街之报》报道说 美国新创企业图标飞机的美国股东指控 中方投资方将休闲用小飞机技术不当转移到中国 而这些技术可能有军事用途 美国联邦调查局和外资审查机构已经展开调查 图标专门生产两栖轻型运动飞机 上海浦东科技公司持近47%的股份 而且是单一最大股东 18日 日本前防卫副大臣中山泰秀 在台日安保伙伴关系论坛发表视频讲话 他表示 面对中共以武力经济改变现状 干涉各国内政 日本需要采取行动 中山泰秀认为 制定日本版台湾关系法的时机已经成熟 大陆媒体报道 中共重庆市政协主席王炯 在16日的重庆两会开幕式上做报告 突然几秒钟说不出话 接着倒地不起 网络影片显示王炯倒地时发出咕咚一声 引起台下一片哗然 截至到美东时间1月18日下午2点 全球新增确诊中共病毒人数是245万7251人 总确诊人数达到了3亿3136万2580人 单日死亡是5234人 累计死亡总数是556万3425人 下面进入今天的话题 我们今天的话题内容分为两个部分 先是北京天津的疫情 还是有很多的爆料 从北京市的应对措施来看 习近平似乎是在向病毒低头了 然后会谈到习近平今天的一个反常的讲话 他推翻了三年前关于反腐败取得胜利的说法 背后究竟发生了什么呢 有军中消息表示有人给习近平写信了 要求他不要连任 北京市疾控中心在今天通报 截至到下午3点 北京市新增了两宗中共病毒本土确诊 和一宗核酸阳性 其中两宗确诊感染奥米克戎的病例 是在海淀区 是15号通报确诊病例 李某出的密切接触者 一个是他的妈妈 一个是他的同事 另一宗阳性在朝阳区感染的是德尔塔变种 当局通报的这类阳性情况相当值得注意 患者居住在朝阳区平房乡10个庄村 去年11月到北京打工 14号出现了感冒症状 昨天确诊了 患的是阳性 检测出的是德尔塔变异株 特异性突变未点阳性 大家知道在此之前 北京市没有通报过德尔塔变异株的感染患者 那么这名患者是在哪里感染的呢 北京市疾控中心没有说明 北京市疾控中心副主任庞星火 去年11月曾经对央视表示 德尔塔变异株的平均潜伏期是4.4天 多数人不会超过7天 而这名患者进京的时间比较早 11月就到了北京 因此可以确定 他不可能是进京之前感染的 也就是说 这名患者一定是到了北京市 而且是近期才感染 那这就证明 北京市早就有德尔塔病毒传播 但是我们没有听到北京市有病例通报 换句话说就是 北京市在隐瞒着疫情真相 接下来我们需要关注一下 看看北京市会公布什么样的流调结果 我估计当局很可能还是会继续甩锅 把病毒源头说成是境外输入 中共要是不甩锅 那就有点奇怪了 不过这次的锅不太好甩 因为这位患者是农民工 跟境外联系不太大 所以我们要注意以下 看看北京市这个锅是怎么个甩法 还要看一看北京市的防疫政策 是不是有变 是不是趁着奥米克戎来袭 来个浑水摸鱼借坡下驴 承认与病毒共存呢 其实北京市对奥米克戎变异株的应对 更能看出当局 是在悄悄的改变它的防疫政策 对两名奥米克戎确诊患者 北京市疾控中心 今天通报的相对详细一些 通报表示 李某初的母亲居住在海淀区的伯亚西园 15号已经被送到了集中隔离点 昨天出现了发烧 喉咙不适等症状 随后被确诊 目前在定点医院隔离治疗 隔离前 李某初的妈妈曾经达成巴士 与同事用餐 到皮肤医院就诊等等 李某初的同事居住在海淀区百万茉莉园一期 在同一个楼层工作 15号居家隔离 昨天出现了发烧 随即确诊了 目前也是在定点医院隔离治疗 隔离前 上下班乘坐的都是地铁 还曾经到过咖啡厅和便利店等等 目前百万茉莉园一期已经封闭了 要求是足不出户 从这两名新增病例的行动轨迹来看 他们的接触面也是相当广的 以奥米克戎的传播能力 北京的形势更加不容乐观 尤其是他们经常乘坐巴士和地铁 更增加了传播病毒的可能性 但是从表面看 似乎看不出北京市有多大的风控动作 但这是真相吗 一位北京网友在今天的爆料中介绍 在北京市确诊首例患者的当天 也就是15号的中午 网友跟朋友当时是在一起 朋友刷手机群 听到了一名女子的声音 那名女子说 让大家看 这个冰场已经封了 那名女子还表示 她老公电话中问她 去过哪哪没有 当得知哪都没去过 她老公说 那就好 不要瞎动了 老实待着 网友的朋友 还跟网友看了 那个人发的冰场 风前风后的照片 说靠谱 那人的老公是警察 网友的邮件中说 我想说的是 北京市出动了大量警察在封锁追查风险地区 风险人 但是不说 这几天也看到有消息说北京关了一些游乐场所 都是在悄悄的坐着 但是不公布 据香港01报道 北京多个景点已经发布公告了 暂停对外开放 其中包括居庸关长城景点 北京白云冠 雍和宫 两处灵光寺 四处大碑寺 还有北京的火神庙和广化寺等等 从网友透露的这些情况 以及当局关闭景点的这些做法来看 北京市现在采取的是外松内警的做法 悄悄地封锁一些风险区 但对外又粉饰太平弱不其事 这样做的目的 还是要把冬奥的召开 但事实上北京冬奥会已经受到冲击了 北京市维建委今天一下就通报了两种疫情 同时在北京传播 意味着北京市的防疫措施破功了 也再一次证明当局的清零政策彻底失败了 如今的北京市 正在面临着奥米克戎和德尔塔 两种中共病毒变异株的前后夹击 虽然当局通报的病例数字很小 但同样把北京市变成了双毒城市 昨天北京冬奥组委会宣布了 为了保障涉奥人员和观众的健康安全 冬奥会门票不再公开销售 将定向组织观众现场观赛 也就是说冬奥场馆内将不会再有自由的民众 在场馆内观看了 冬奥组委没有说明观众是来自哪里 不过我们根据中共以往的做法 所谓的观众 很可能就是来自中共政府的工作人员 赞助商或者是政府的官员 他们可能都要先经过21天的隔离 然后再进入场馆 在此之前 北京最高当局曾经不顾一切的寻求 让场馆满座 但是在疫情越来越严重的情况下 特别是奥德双毒夹击的情况下 习近平当局不得不向现实低头了 不过这只是其中的一个因素 背后更主要的原因 很可能是当局在借着病毒传播 来防范赛场内可能出现的意外情况 前两天的节目中我就提到过 有人权活动家曾呼吁美国的运动员 在赛场内向中共表达抗议 抗议的原因有很多 包括彭帅事件 新疆人权和香港问题等等 中共当然很害怕出现这种突发事件 万一在赛场内真有美国的运动员抗议的话 那么普通百姓看到后 可能很快就会传遍国际社会 而安排自己人进入赛场去观看 那这种风险就小得多 当然这只是从理论上讲 事实上中共体制内的有很多人 只是就为了某一个差事 内心与中共并不同路 接下来我们再来看看天津的情况 昨天我引述天津网友内部的消息 天津可能在20号要达到清零 说这个消息前 我其实就在怀疑 是不是清零节到天津了呢 果然 中共官媒报道说 中共副总理孙春兰12号到17号 在天津调研 他表示要推动金南区 实施敲门行动和社会面清零 推动风险人员 应格尽格日清日节 昨天晚上 接到了一位网友转来的 天津市疫情防控指挥部 第18号不公开文件 其中强调总体的目标是 全市统筹部署 不漏一户不漏一人进行敲门行动 为社会面清零打好基础 这是天津网友今天早晨发给我的 网友不知道当局什么时候给各家门上都安装了 网友质 网友质问他们这是想干嘛 其实很明显 当局就是想把那些在家的民众完全管控起来 只要开门 这个门瓷就会自动报警 防疫人员很快就会出现 李鸿忠当局使用了高科技 在风控人们的行动 这种做法其实就是社会面清零的一部分 当局把他们认为有风险的人 拉到外地去集中隔离 把风险低的人封禁在家 但是不管哪种情况 都会把人看得死死的 除了高科技风控之外 当局也抓了很多的撞钉 去当所谓的志愿者 用人盯人的方式 再给疫区的百姓加上一层禁锢 今天早晨 我就接到一位天津网友的爆料 天津市开始从各地抽调志愿者了 前往金南区等疫情严重的地方进行支援 其中仅仅是滨海新区唐孤区 就抽调450人 从这些方面的信息 我们可以看出 当局又在集中力量办大事了 但是这个大事的背后 又隐藏着什么呢 昨天深夜一位天津网友向我表示 李老师 天津人可怜了 您给呼吁一下吧 邮件中附带了一段俯拍的视频 显示有很多人聚集在一起 现场的声音非常嘈杂 似乎是还发生了推嗓 就在我准备查阅相关信息的时候 又有七位网友 几乎在同一时间 向我不断爆料 所有的这些爆料邮件都表示 昨天的晚间 天津市西京区大寺镇赤龙兰园小区 发生了骚乱 网友介绍当地封控以后 当局给本地人发放了部分食品 而在当地的那些外地民工 却什么都没有 而这些外地人没有工作 也没有饭吃 于是去找当地政府协商 外地人们想吃什么 外地人们吃什么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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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看你今天 好 没人改大表 没人敢 来来来去听着 听着 几个问题啊 一个是住的问题 错的协调 房董让你们住 住到节父 这事明白了吗 叫钱吗 交钱不交钱 交不交钱 为房总 当走的时候交不起房子也都走不了啊 你没挣钱哪有钱交房租啊 没钱你这是什么交啊 钱是个什么环子 第二个 第二个 第二个事 明天一早起点做合作 这时候听见了吗 听见了啊 凭省份证做合作 重要是锁三遍带省份证啊 做完合作 拿着省份证领方便便 这事听见了吗 有一桶方便便呢 方便是明天就仅立桶啊 还是每天都有啊 怎么着 一大方便便 你说清楚了 那个信源 咱参照信源也是一桶 信源早就发了 怎么不走参照呢 啊 信源早就给发了 大哥 这买不着啊 怎么买完赶得来嘛 那行 我们吃完了呢 吃完了呢 吃完了吃完的 先把这一顿先过下 下到哪儿等个 下到哪儿等个 行 我们谢谢 我知道明天做核酸 后天做不做 我也不知道 我也不知道 对吗 我只知道明天做核酸 后天我不知道做不做呀 咱一步走一步退着走 你让我说到明年不完了吗 哈哈 我关注到下个月的饭不完了吗 放人 对吗 咱一步一步走 问题一步一步解决 这是双方协商的部分情况 但是随后警民双方就发生了冲突 网友在文字中介绍 警察抓了站在车顶上的那个人 现场很多民众都在喊 警察打人了 警察打人了 把人打倒了 你看见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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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看见他打人 你坐这 来来来 别坐 来来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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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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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边也动了 动了动了 动了动了 哎哎 紧张打人了 哎哎 紧张打人了 抓走了 抓到了 牙 adoption 飞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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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 過一個 飛吻 タト 跑 逛逛逛 警察了 哎呦 咋啦 救 Va打哭了 哎 救 Va打哭了 哎 哎 救 Va打哭了 哎 这些都是网友爆料的情况 我没有得到更新的消息 不知道事情的最终处理结果是什么样 但其实也可以想得到 中共一贯的处理方式就是 有人提出了问题 就解决提出问题的人 大家想想 外地人就不是人了吗 他们被封禁以后 可能比当地人更需要帮助 但是当地的政府只给本市居民分东西 而外地的民工什么都没有 他们在饿肚子的时候 不应该问一声外地人吃什么吗 那些外地民工的要求其实非常低 只是能够保证领到一桶方便面 一桶方便面几乎可以肯定 没有人能吃得饱 但是连这个最最基本的要求都得不到 一天一包方便面都得不到承诺 他们是有多艰难呢 但是外地的民工希望解决 最基本的生活保障时 换来的却是殴打和抓捕 其实这反映的不仅仅是天津市西清区大四镇的问题 在中共统治下的任何地方都是一个样子 任何一个人身处异乡都是外地人 都可能遭到这些民众一样的对待 我给大家讲一点我身边的事 在2020年纽约封城期间 在我家附近有一个美国政府的食品发放点 当时不能去超市买菜 所以我太太去领过两次 我家附近有一些华人 所以那些领餐点墙上挂着一个横幅专门用中文写着 谁都可以领 负责发放食品的工作人员非常友好 每次都是多给 我太太说领两份 但是工作人员都是多给一份 生怕我们不够吃 我们这些华人面孔 在美国人的眼里才是真正的外国人 但是那些发放食品的西方人 不管你是哪国的面孔 他们都一样对待 他们认为都是需要帮助的人 接下来我们再来说说中共的内斗情况 今天上午中纪委召开了六次全会 习近平在会上做了一个讲话 吸引外界的是 习近平的讲话当中罕见说出了 腐败和反腐败较量还在激烈进行 而且连续说出了12个自我革命 狠批形形色色的利益集团成火做事 腐败手段隐形变异等等 习近平的这个讲话 整体上看是在延续着中共一贯的套话 没有什么新鲜东西 但是他不断的强调 反腐败永远在路上不可能停歇等等 特别是他说 反腐败和反腐败较量还在激烈进行 这跟之前的说法是相矛盾的 新华社在2018年12月报道 中共政治局的会议上指出 反腐败斗争取得了压倒性胜利 并且还表示这是党中央对当前 反腐败斗争形势的重大判断 这是习近平发起反腐运动以后 第一次使用胜利这个词来进行描述 依照当局所说的胜利 如今都已经胜利三年多了 怎么突然又回过头来说 腐败和反腐败较量还在激烈进行呢 前天前中共海军司令部中校姚诚 他透露 他得到中共军队内部的消息 中共军队当中 有人开始公开表达反对习近平了 在新唐人电视的一档评论节目当中 姚诚表示 最近他在中共军中的朋友 从哪里得知 有人联合给习近平写了两封信 这两封信的内容 都是直接针对习近平的 第一封信是 解释当前对台湾开战不可行 如果强硬开战 将导致中共面临着亡党亡国的危险 第二封信则是 直接劝导习近平放弃连任 信中表达了希望取消领导干部 终身制的愿望 维持党内的集体领导 避免文革再现 姚诚没有透露 他的军中朋友是谁 也没有透露 他这位朋友在中共的军中 是什么身份和角色 但是他认为 此时出现这样的传闻 就算是空穴来风 也可能有一定原因 姚诚指出 最近有关中共内斗的传言 是接连不断 而且都涉及中共权力核心层 比如传闻说 栗战书是江泽民曾庆红卧底 刘亚洲反对习近平被抓等等 这些都反映着中共的内斗 已经到了你死我活 对姚诚透露的这个信息 我们也没有办法证实 如果是确有其事 那将是对习近平 二十大连任一道很大的屏障 因为没有军队的支持 在中共的体制内 谁说话都不好使 甚至随时都有可能 被拿下这样的威胁 我们不清楚 反对习近平连任的军头 是什么样的派系色彩 如果只是单纯 劝习近平放弃连任 这还好一些 如果这些军头 他要是有派系色彩 甚至是江曾派系人马的话 那么对习近平来说 就不仅仅是一道屏障的问题了 甚至对习近平本人 都可能有危险 所以从这个角度来分析 习近平的这个最新讲话 腐败和反腐败较量 还在激烈进行 这就不是无敌放式 很可能是见有所指 在习近平发起的反腐打火运动当中 我们看到落马的绝大多数高官 都是江曾派系的官员 有人把江泽民比喻成腐败总教练 还有人把江曾称为是老虎王 而习近平在反腐败的运动当中 对这两个人一直都没有动 而这两个人却在暗中 不断的在给习近平制造麻烦 那现在习近平说 腐败和反腐败的较量 还在激烈进行 是不是在暗指江曾势力进行反扑呢 如果是 习近平是不是后悔 当初没有成事而上 拿下这两个死对头呢 如今养虎一患 习近平对江曾会再次领起哨棒吗 如果不打虎 习近平会不会被虎王咬伤 甚至毙命呢 二十大之前 每一天都充满了凶险 那好 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内容了 如果您喜欢新闻看点 请别忘记点赞订阅 也希望您在视频下方给我们留言 能够跟我们进行互动 我们更希望您能够帮我们 把这个频道给多多的转发出去 让更多的有缘人 更多的希望了解真相的人 能够接触到我们 看到我们 感谢您的收看 也感谢您的支持和帮助 再会 我们下期再见 我们下期再见 我们下期再见